还可以做很多延伸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做个按钮 有个什么清除 有个九族常态表 那我希望 他能够按下这个清除 也许把这个范围的资料清除掉 按下九族常态表 他就自动帮我把这个九族常态表给输入进来了 大概的逻辑是这样子 应该不难理解 可是要怎么去实做出来 写完的程式在下面 这个是九族常态表 这就是九族常态表的清除 那也许我们可以先把清除先做出来 清除比较简单 做法上面的话不外乎就第1个 先把你的开发人员先叫出来 这个我想 这在第1堂课有特别强调过了 所以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开发人员 第2个的话呢 从Visual Basic里面 进来之后 先把它缩小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一边看一边写 再到这个地方按右键 一定要先有个模组 你没有模组你就没办法写你的VBA 反正就步骤 大概是这样 所以以后呢 你在一台电脑上面 它也许没有开启开发人员 没关系你就把它打开 它也许没有模组 你就帮它新增一个 再来 就可以开始自动化 反正你就标准化流程 好 接下来的话你需要什么 需要一个 清除 99乘法有个清除 所以你这边可以打上一个 99乘法 或者直接打清除 假设我们这边 直接打一个清除两个字 我希望能够 做出什么 直接就是一个清除 那这个清除是清除什么范围呢 清除的范围 干脆拿 拿这个来代替 公式这边 我希望能够把这个范围的资料清掉 那如果你有一个需求 是把这个范围清掉的话 你就可以 把 一个程序 插入进来之后开始撰写 那可以这边看 这边写 那写的方式 字稍微放大一点 字放大的话 工具里面有个选项 选项里面的话 一般我会把这个字稍微放大一点 最少12号 因为它预设是9 那接下来的话 可以把它拉过来 那怎么清除 你要跟他讲说你要清楚的范围 那我们的范围前面讲过了 就是打一个什么for 一般是先打列 for i 等于 第几列呢 第2列 到 第10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AS 那 不过 这边又多一个 这个时候列 那如果说你给他b蓝 只有b蓝删除 那c蓝怎么办 以后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需要有另外一个叙述 按一个TAB键 for 多一个追好了 I追 追是代表什么 代表的是蓝 也就是说我要告诉他我的范围 还有多一个蓝 第几蓝呢 第2蓝你不要打个b 这个因为在 for回圈里面 他不接受文字 他只接受数字 所以你要告诉他第2蓝 到 第10蓝 你要做什么事呢 也是NAS 下一个下一个 也就是下一蓝 下一蓝 Enter 这个TAB 做什么呢 把里面的储存格 的资料 给清空 那清空的方式的话很简单 打一个Sales 瓜糊 哪一列 第i列 所以他会先从第2列开始 一直到第10列 第几蓝 逗点 特别注意 以前我们可能是打一个b蓝 c 这个时候 在这个后面呢 你可以用数字 第几蓝 或者你也可以用一个 一个 之前是用文字 或者你也可以给他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的话呢 是第 这一蓝 那里面给他什么 清除 清除的叙述的话 有几种做法 最简单的方法 等于什么 等于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特别注意 里面你不要再多试 按个空白 我看之前我同学 有一个 比较不良的那个习惯 会在这边加一个空白 这个是完全错误的 特别注意 记得就是两个 空字 两个双 这是什么意思